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机器学习课程第八阶段的第三节课的内容 那么我们在第八阶段开始呢,跟大家开始介绍这个clustering,就是具类方面的知识 在前两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著名的kmeans这个算法 以及在python中如何来实现它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种新的算法 也就是叫hierarchical clustering,层次具类 这也是除了kmeans之外,kmeans之外,我们常用的一种clustering的方法 好,所以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呢,分为两个小节,跟以前一样 也是在这个视频中,我们会跟大家介绍算法一步一步 在理论上是怎么工作的 下一节课呢,我们将结合python中的代码以及实力 跟大家介绍如何来实现这个算法 好,那么这节课内容,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具类clustering中的 hierarchical clustering,层次具类,还是怎么来工作的 好,那我们顾名思义啊,这个clustering 具类里面这个hierarchical 大家如果熟悉这个英文单词的hierarchical,它是一个层次的意思 就是说,一个层级的关系,比如说两个物体组成一层 那么这个东西和别的东西再组成上,更高一层 比如说我们有social clustering,社会层级,各种各样的层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lustering啊,在这个具类里面是怎么来 这个hierarchical clustering在具类里面是来怎么 worked 好,首先呢 我们假设有n个在具类的样本 也就是说我们的sample size 是吧,就是说我们一共的实力的个数是n 我们需要把它具成 几个类 那到底几个类呢,我们先不管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n,这个大n指的是我们带具类的样本的个数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实力有多少个 并不是我们要具成多少类 这个不要和上节课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kmeans所混淆 因为kmeans的k指的是我们要把它具成多少个类 那么多少个类的话,它这个多少个的个数就是k 那么这里面的k是我们指的所有样本 它有多少个实力 好,那么算法 也就是说我们要讲的这个hierarchical clustering 层次剧类的算法呢 它主要分为以下四步 第一步呢,也就是初始化 就是说我们假设说在这个图中我们看到 一二三四五 我们有五个实力 这五个实力 在具体的应用中可以是任何的东西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对任何实力 我们首先要提取它的feature vector 也就是说提取它的样本 提取它的从每一个实力中我们要提取它的这个特征向量 然后这种特征向量我们进行计算 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抽象成一个点 就是说我们有五个实力的话 就有五个点 就是一二三四五 我们看到这五个点 好,所以呢 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要计算每两个类之间的距离 也就是样本与样本之间的距离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有五个点的话 我们要继续量量 我们要计算两两之间的距离 也就是说 一和二的距离 一和三的距离 一和四的距离 一和五的距离 二和三的距离 二和四的距离 二和五的距离 对不对 还有三和四的距离 三和五的距离和四和五的距离 在这里面有多少个距离呢 我们如果有一点统计的知识的话 我们就知道 从五个里面选择两个的话 转移共有十个组合 就是五选二 五乘以四 除以二 就是十种组合 所以我们把 我们要算两两之间的这十个距离 我们把十个距离都算出来 然后呢 第二步就是寻找各类之间 最近的两个类 并且把它们归为一类 这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注意一下 我们刚才初始化这一步里面 我们说把每一个样本归为一类 并不是说 这里面的样本的概念 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instance 实例的概念 就是说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一二三四五个实例 我们每一个实例都当做一个类 也就是说每个自乘一类 所以每次我们计算距离的时候 我们计算的不是说样本 或者说实例和实例之间的距离 而是类和类之间的距离 所以因为开始每一个样本 都是自乘一类 所以我们就得说是 计算类和类的距离 和计算样本和样本的距离是一样 但是我们后面 一个类里面如果有两个样本的话 我们计算的总是 类和类之间的距离 并不是样本和样本之间的距离 希望大家搞清这个概念 好 所以在第一步完成之后 我们就计算出来了所有的两两之间的距离 每两个样本之间的距离 那这时候我们干嘛 第二步 我们寻找各个类之间最近的两个类 它们归为一类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不是很多距离算出来了吗 假设我们一二两个点 它们之间的距离是最小的 也就是它们俩是最近的 那这个 从这个直觉上讲的话 它们俩是应该归为一类是吧 所以我们把它俩就先归为一类 别的我们还是自称一类 这样的话我们总类数不是减少了一类 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五个点 各自称一类 有五个类 这时候我们把一二归为一类了 这时候我们的总类数是变成四类了 就是说一二它们俩是一类 三是一类 四是一类 五是一类 好 这样总类数减少了一个 这时候呢 我们重新计算 生成了这个新的结构中 这各个类 与旧类之间的相似度 也就是说 现在把它看成一个类 然后我们重复上面一遍过程 就是说这个类和三 和四和五之间的距离 还有之前那些老距离也算进去 这是我们再找 这些新的所有两两之间 距离中的最近距离是哪一个 然后呢 假设我们四和五之间的距离 这回是最近的 那我们把四和五就归为类 这样的话 我们不是又少了一类 总类数少了一类 就是说我们之前有四类 一二是一类 三是一类 四是一类 五是一类 现在四五被归到一类了 这时候我们就说三大类 是吧 就是一二 三和四五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重复以上两个步骤 也就是说 重新计算距离 然后呢 再把最近的距离 归为一类 再继续 重新计算距离 这样一直反复呢 直到什么情况停止呢 就是说 直到我们只有一个类了 所有的点都被归到一个类了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开始把一二归为类后 然后四五归为一类 这时候三可能和一二这个类的距离 是最近的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三和一二这个类归为一类 就产生了新的这个 类别 完了以后呢 我们也把新的这个大类 和四五这个大类归为一类 这样的话 我们所有的点 样本点都归为一类了 这时候算法就结束了 所以大家看完这个算法之后 可能有一个 熟悉的感觉 就是说这个算法 它的过程 其实有点像 我们来创建了一个 竖形的结构 是不是 就创建了一个tree 我们大家看到 那这个创建完这个tree之后 的好处是什么呢 同学们可能会问 那我们算法完了以后 那我们到底是成了几类呢 总不能所有的点都是一类吧 这里面就体现出来这个 Hierarchical Classroom的一个优点 就是说 我们在建完这个树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自由 这时候我们可以根据 任何一个threshold 就是一个预值 我们来砍这个树 就是说 因为我们每一次建一个类 不是对于一个距离吗 那假设我们现在在这 横着砍一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分成了几类吧 数据 是不是分成了两类 左边是一类 右边是一类 但是假如我们往更深的地方 这儿来截取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定一个threshold 一个预值 当我们预值和类 我们之前算的这个距离之间 我们的距离如果大于 这个预值的话 我们就把它cut 就砍出来 所以呢 这样假如横着一砍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产生了 这是一类 是吧 这是一类 然后四五是一类 变成三类了 所以根据我们设定的预值 我们横向的这样 截取一下的话 等于说我们就产生了 数量不同的结果 就是类的 类别数量不同 所以这就是一个 hierarchical class 的一个优势 我们在建立完这个数之后呢 我们可以根据 预设的一个 预值 threshold 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 也就是说我们想分的更细一点的 我们可以往下来砍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类 如果往上砍一下的话 我们的类别就更小 更少一些 好 所以这个算法也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一些 就是说 我们刚才大家大概介绍了 这个算法 那现在我们给大家来详细的 描述一下这个算法 一会儿来过一遍这个过程 就假设我们现在 有五个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 是怎么来创建 自己来划一下 好 假设我现在 初始化呢 我现在有五个点 对不对 我现在有 我用五个句型来代替五个点 这是第三个 样本 第四个 然后第五个 好的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第一步 首先要计算两点之间的距离 就所有点之间的距离 那他们之间 把这十个距离算出来之后 我们看这十个距离中哪个最短 假设这两个之间的距离最短 那么我们下一步就是说 把这两个要归为一类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们连起来 再划一下啊 把这两个点就归为一类了 好 那同学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类 个数 我们类别是不是减少了一个 以前是每一个自称一类 现在我们把它两归为一类了 填两个点 那这时候是不是成四类了 对 那在四类之后 我们干嘛呢 我们还重复上面的过程 就是说 还是把这四类中 两两类进行距离的计算 然后看哪个距离最少 假设我们现在算出来 这个四五这两个点 它的距离是最小的 那么我们把它们两归为一类 所以现在我们就 可以把它们两归为一类 好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成三类了 就是一二三 总用了三类 这时候呢 我们再重复之前的过程 也就是说 在这三个类中 我们计算两两之间的距离 这有几个距离呢 三选二是吧 就是它们两个之间距离 和它们两个之间的 还有它们两个之间的 所以三个距离 这里面三个距离中 哪个距离最短 假设中间这个点 和左边这个类 我们记住啊 这个我们算的距离 所有的距离 都是类和类之间的距离 虽然中间这是一个点 但是我们也是把它 当做一个类 就是自称一类 所以这三类之间的距离 假设我们中间这个类 和左边这个类 它的距离最短 那我们把它下一步 就归成一类 所以我们再创造一个新的 连接的这个竖性结构 好 这样连接起来 对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成了两类了 是吧 就是左边的三个点 整体归为一类 右边是一类 好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干嘛 我们接着算 因为下一步呢 我们只有两类了 是吧 我们只有一个距离了 我们没有多个距离 所以呢 我们唯一的选择 就是把这两类归为一类 好 那现在我们就接着来 把它们连起来 好 大家看到 这时候呢 我们总共有几类 只有一类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结束我们的算法 因为当我们所有样本的点 或者叫实例 都被归为一类的时候 我们算法在这里就结束了 好 那么我刚才说的 我们如何最后选择最终的 剧类结果呢 就是根据我们的预值 假设我们预值设的比较大一点 然后我们假设说在这儿 砍上一下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有几个 结果有几类 一类 两类 三类 对不对 那假设我们在这块 截取一下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两大类 所以呢 根据我们可以 人工的选择 不同的スレッシャル的预值 来进行截取 从而得到不同数量的 剧类结果 好 这就是 Hierarch Classroom的基本算法 下面我们跟大家说几个细节 描述一些细节 因为同学们可能刚注意到 我们说我们要计算这个 类和类之间的这个距离 那么类和类之间这个距离 怎么计算呢 我们 比如说有两 一个类里面有两个点 另外一个类里面有两个点 或者三个点 那么这个距离怎么来定义呢 这里面有几种分类 有几种方法 就是说有不同的距离 我们可以计算 它们各有优缺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有 通常情况下 我们所用到的那几种距离的定义 是怎么来定义的 好 所以也就是说 第一种叫Single Linkage 什么意思呢 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 跟大家讲的最临近算法 Nearest Neighbor 也就是说 当我们之前不是要算 两个类之间的距离吗 那么我们就取 两个类中距离 最近的两个样本的距离 作为这两个类的距离 这个可以理解吧大家 也就是说 好 假设现在这个 一二三它是一类是吧 四五是一类 我们要算这两个类之间的距离 我们就算这两个类中 两两之间这个点的距离 去最近的这个距离 比如说 我们算一和四的距离 一和五的距离 二和四的距离 二和五的距离 三和四的距离 三和五的距离 在这六个距离中 哪个距离最短 也就是说 它是最临近的 这个邻居 Nearest Neighbor 我们就把它 就把这个距离当作 这两个类之间的距离 这是一种算法 叫Single Linkage 但是这种算法 有一些B端 什么B端呢 也就是说 它只 CARE 它只选择 这个最近的两个 样本之间的距离 那么这个距离越小 是两个类之间的距离 也就越小 或者它相对过去越大 那么这样就造成一种 叫链式这个反应 Chaining Effec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有两个cluster 有两个距离 它们两个整体 虽然离得比较远 但是它们中间 又各有两个点 之间关系比较好 它们之间离得比较近 那么我们就容易认为 这两个大的距离 关系比较好 就把它先归为一类了 所以呢 时间长了以后呢 我们如果这样 从这种方法来出发呢 我们时间长 就会有把这种 链式效果进一步扩大 可能会得到 比较松散的这个cluster 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这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 叫Complete Linkage 什么意思呢 这个刚好是 另外一个极端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说的是 Single Linkage 这个是我们 这种Complete Linkage 指的是 我们取两个结合中 距离最远的两个点 距离 作为两个结合的距离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效果也就是相反 比如说 1和2和3 是一个聚类 现在在这一步了 4 5是一个聚类 然后我们比较 两两之间距离 就是1 4 2 4 3 4 和 这个 1 5 2 5 3 5 这六个距离 我们取最远的两个 这个距离 作为这两个 集合的距离 或者叫两个聚类的距离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 刚好跟他一样相反 也就是说 当整体两个 类 它们的点 都比较近 但是刚好其中 有两个点 相对来说 比较远的话 我们就取那两个点 距离作为 它的衡量标准 这两个聚类的距离 这样的话 它如果 我们 有不配合的点存在 就是说 其实两个cluster 它们之间距离 其实已经挺近的了 但是有两个点 是比较例外一些 那么 它们就比较顽固 就不会 老死不相往来 这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 把这两个类 聚到一起 这也是不太好的方法 所以呢 这是第二种 衡量 那么第三种呢 我们就 结合了前几种 就相对来说 比较 有一些优点 就是说 average linkag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种方法呢 就我们可以想象 就是说 我们 把所有的两两 就是 比如说 一二三和四五之间 两两距离 算出来之后 我们取平均值 然后把它作为 这两个 聚类中间的值 这样的话 比较 相对来说 有一些优点吧 因为这样的话呢 我们不会因为 个别的点 它比较偏 或者距离特别近 或者特别远 而影响我们这个距离的计算 所以这就是叫 average linkage 第三种方法 那么还有一种变种 就是 叫 就是我们之前 不是给大家讲 统计中的概念 这个average 也就是说 mean 平均值的概念 还有一个相似的概念 也是对 中间趋势的衡量 叫做median 就是中数 那么我们知道 中数 这个 median 和这个均值 mean之间 它们有个区别 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值特大 或者特别小 也就是所谓的out layer 如果存在的话呢 那么 这时候我们的均值 往往会比影响的比较大 对吧 比如说我们有五个数 其中有一个数 突然变得很大 那么 我们如果算均值的话呢 它会比影响的比较厉害 但是我们如果算中数 也就是median的话呢 通常不会受影响 所以还有一种距离衡量 就是说 我们把 average linkage 这种衡量方法 做一个变种 也就是说 我们是两两取 距离取中值 而不是取它的average 这样的话 如果有个别的点 偏离的比较大的话 它不会受影响 好 那么下面 这一节课呢 上面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跟大家 把这个 Hierarchical Classroom的算法 是怎么工作的 给大家介绍了 那么下一节课 我们将结合 Python的代码 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如何在Python中 来实现这个 Hierarchical Linkage Hierarchical Classroom 好 本节课的内容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